我要再问现在中国的状况 吴老师你认为现在接下来 重创全球经济的话 如果这样的发生 全球发展路径 把他一带一路 现在也不敢再走出去 大家怕得要死 会不会撼动中国现在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 肯定会 世界工厂 对肯定会 因为我们现在发现中国的经济有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它作为世界工厂 那世界工厂现在算是结束告一段落 就是说你在这边组装 然后红色供应链崛起提供零组件 那这一套发展模式到了顶峰 从现在起的话外资在撤离 因为美国加关税 你都透过中国来出口美国的话 这个部分会开始消退 然后现在武汉疫情的话 可能连苹果都必须退 因为苹果原来把30%的产能放在中国之外 算是分散风险 但是现在在中国生产太没有安全感 就是人员没有安全感 产品也没有安全感 如果你想想看 如果iPhone手机上面有病毒 美国消费者一摸以后 一接触以后传染 然后它可以控告苹果公司 那这个集体诉讼在美国的话 公司吃不下 接触可以传染 接触可以传染 对 所以这第一个世界工厂的时代 走向结束 世界工厂结束怎么办 中国 不是 就是它原来靠世界工厂 现在工厂不是说它不当工厂 而是说它这个全盛时期结束 开始要缓转 开始收缩 因为像比如说运动鞋 衣服 玩具 很多都撤出中国大陆 你手机科技产品要迟早的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它原来因为中产阶级的崛起 它出现了一个叫世界市场 它成为市场的一部分 这个部分现在会受到影响 第一个 德国的汽车出口中国很多 现在德国的出口出现困难 像美国的福特汽车的话 在美国本土可能卖390万辆 可是在中国大陆可以卖440万辆 现在显然汽车的销售也会出问题 再来 法国意大利的奢侈品 这个奢侈品行业 可能也没办法在放向以前得到这个销售 再来 有一些国家或地区 是有靠着中国大陆的旅客 来发展他们的观光事业 现在旅客出不来 你也不敢接 所以这些国家可能就会受影响 所以 当然我们会看到 因为供给的短缺 会造成价格的上涨 然后因为有些生产线不在大陆的 比如说在台湾的部分的话 会接到转单效应 转单效应 还反而可以因此受惠 老师你今天还有线图 来 我们现在看一下 很少看到吴老师拿线图出来 那是因为 这个我们现在 其实你也很会买股票 不是 现在我们看到 以被动元件做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龙头的国具 对他说现在库存是要4%了 对他的库存 对不对 然后他现在复工的 没有办法真正复工 因为复工的结果 只要生产线上 有人确认感染的话 整个生产线就要隔离 甚至于整个企业要隔离 所以他们现在在赌 如果十家企业开工 如果只有三家有确诊 另外七家还可以冲一冲 他们在豪赌一场是这样子来 所以你看国具是这样子 然后你看大益 你看一路走高 因为他的很多生产线 其实主要是在台湾 不在大陆 所以他可能会接到转单 效应跟价格的上涨 这是有一些情况是这样 然后合生堂也差不多 就是说高档 在高档守住这样子 那所以 所以老师你觉得是会受贿的 就是说因为他供给出问题以后 被动元件有很多在大陆的武汉地区 还有其他那个封城的地区 像那个记忆体 像那个面板 像那个LED的晶片 还被动元件 还有那个PCB 这个印刷板 像有很多那个零组件的生产 在中国大陆会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整个生产断掉 出现供给的短缺 这个短缺会造成局部的价格上涨 然后因为缺货的关系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生产线 容易接到这个转单 像台湾就会看到一些这种效果 好这反正是受惠纳 其实我们待会再细细来聊 来问一下谷鱼 因为谷鱼就是说你这个存股 存股桌好像老神在在 那这一波 这个很多人这个电信谷也很多 我们之前也讨论过 电信谷是存股族的最爱 是的 然后营锁已经大不如前了 这个配携说中华电信撑者之外 其实他都用资本公鸡在配 用这个老板在配 这个时候还可以继续持有吗 或者你有什么替代转换的 其实如果是观众朋友的部分的话 你如果对电信谷 还有一些很深刻的迷恋的话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你要好好去想这个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在电信谷的部分的话 在去年发生一件大事 这是关于5G平谷的一个标售 在台股 4G平谷的标售 那个标售的价格已经创下一个天价了 你看台湾就一个小布隆东的地方 可是我们平谷的价格 确实可以称得上全世界前三名 超越德国是很伟大 像5G这一次的话也是一样 他再一次创下新的天价 所以在创下新的天价之后 其实市场上有一些很奇怪的期待 他期待说5G时代来临之后 整个电信股的获利是不是会大爆发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一定要先帮他打一个问号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之前在过去几年是4G时代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电信类股他从3G跨4G之后 他的整个获利是不是有如当初的预期 出现一个大爆发的动作 事实上我们从获利电信三雄的资料上面来看 电信三雄每一雄 他的获利都是呈现逐年下滑的一个动作 他根本就没有在4G这个题材里面 导致他的获利有增长的一个情况 更何况是你现在跨境5G之后 你必须要做更多的资本投资 光你频谷了这一块 你的资本支出 折旧这块就把你的获利吃掉很多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的话 我来帮观众朋友做一点小小的科普 科普是什么 3G 4G 5G到底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我们先看上面这个地方就好了 这个圈圈的话代表什么 圈圈代表他的频率可以传送的范围 里面的数字的话代表他频率的高低 那这数据里面他告诉你一个什么事情 你的频率越低传送的距离越远 那你今天4G转5G的话 他是转到一个更高的频率 所以你的距离会变短 距离会变短 所以你看下面这边 它是一个建设费用的基本预估 这个是4G 4G是蓝色这种一点点 当你跨到5G比较靠近4G的这一段 大概是2.5倍 那现在我们着重在高频谱这一段的话 你看这个至少是8倍以上的资本支出 对基地台也会变多 基地台会变多 而且你中间在做一些频谱扩散的这些东西的话 基本上你的需求也会大幅度的增加 所以我们来看一个基本的概念 你在做这个整个5G通讯来讲 它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基地台 你没有一个好的基地台的话 你的频谱送不出去 那第二个的话 可是你的频率很短 所以你中间要一个载体 帮你把频率的部分很稳定的 送给你的中端客户 所以他中间会有个small sale 那最后的话 当然就是我们用户5G的一个手机 我们讲的很时机一点的问题 你现在在市场上买得到5G手机吗 影子都没看到 为什么 因为你上面根本都没有 所以我们在整个市场上面来看的话 基地台 大型基地台的这一块 不好意思 台股的厂商都没有分 因为为什么 这些都是像Nokia 华为 这种比较国际性的通讯大厂 它才能够做的这一块 反倒是台股厂商的机会在哪里 在中间的 什么要sell的这一块 其实台股做中间这一块是很强的 所以其实我们会给投资朋友 一个很基本的概念 这个5G整个竞标完之后 你如果觉得电信三雄是受贿股 我觉得那个观念可能需要做一点小小的调整 我们从资料上面来看 你已经知道几个事情了 资本支出大增 然后第二个的话 你要投入的建设的费用也暴增 所以我讲很直接的 电信三雄是5G这个游戏下面的受害者 所以存股族要换一下股票 你要换股票 你反而要去看看说 在这个大额的资本支出的情况之下 到底哪一些网通族群 它会真正的吃到这个订单 比如说像我们在这边帮各位列的两档 一个是中壘 一个的话像字役 这两间的话 它就是纯度很高 我们在做中间什么要sell的这一段 它不是只供应国内厂商 包含国外的部分的话 也是由他们这边来做相当大量的一个供应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对5G的这个题材有兴趣的话 我会建议你 你的眼光不要放在电信三雄上面 你要看待它的资本支出的这一块的话 才是真正最大的一个收回顾 跟着这个5G的TEMPO走 虽然疫情会打乱 但是5G的趋势不会改变 这一块不是没关系的啊 这一块的汽车